这是游戏王中最精彩的一集 前面受到三幻神被击败 王阳直接来了个吐血昏迷 这时候古代社长站了出来 美女附体战斗力翻倍 一个光球化作青眼白龙 猛然撞击左克 然后一道喷射白光 打断其一条手臂 并且将日食也给一开 这就是青眼白龙的力量吗 古代社长也被惊到不行 哈哈哈哈 老娘厉害吧 突然地下钻出一条龙头 哇靠 搞偷袭啊 一下就咬到了大动脉 并且他就要手撕白架 哦不对 只是吸收啊 这时古代社长的身体也发黑了 而左克真的是要手撕白架呀 古代社长身体被掏空 不过还活着只是闭眼歇一歇 而因为白架被击败 日食再次启动 黑暗再次笼罩大地 此时的左克已经无可阻挡 他要涂掉这座城市 这大龙头 而现代社长来了 看见神思自己与欧豆豆的两人 他想跳下去阻止 但是无能为力 重视兄弟情的社长目睹这一幕 于是怒出心声 哪怕面对大邪神左克 他也要凭空变出决斗盘 看老子怎么捣死你 三重毁灭的喷射白光 左克依旧肉身硬扛 直接被击飞到城外 但毕竟是血条后 立马站了起来 也是来了发左克火焰炮 轻眼究极龙也继续攻击 双方展开激烈对波 特效直达天际 并且打出了另一个世界 左克继续加大火力 究极龙眼看就要顶不住 于是王漾醒了过来 我去 是谁召唤究极龙在打牌 哎呀 是我亲爱的牌友啊 让玛娜掏出千年天平 也就是融合神器 然后三个东西一起放光 王漾要破釜沉舟了 大声呼喊着牌友 是你吗牌友 一阵毁天烈地的特效后 王漾感觉成功了 奈何左克眼睛又亮了 此时在上空的下敌 化为光芒入主哈三老哥体内 就在左克要了结王漾时 哈三老哥赶到挡下攻击 面具破碎正式下敌老哥 告诉王漾希望之光即将来临 然后就消失的一干二净 没错 希望之光正式搁几个